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越来越多人买上了车 有了车就离不开维修保养等一切的事 可是修个车能把车子越修越破的事 你听说过没有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前面就有一位宝马车车主 因为觉得自己的车转向回正有问题 于是把自己的车送往4S店做四轮定位 本来这只是一次很简单的检查维修 等这位车主去4S店看的时候却傻了眼 自己的好好的一辆车开过来 取车的时候发现车子 居然在4S店工作人员的失误下发生了碰撞 车前面的保险杠和叶子板已经被撞掉了 车子左侧的大灯也不翼而飞 从车子的损毁中可以看出 这辆车发生了一起不小的碰撞事故 这是怎么回事呢 4S店解释到在路市的时候 一辆车突然冲过来 工作人员开着这位车主的车 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就被撞了 不过这件事是对方的责任 车子的修理对方车主会赔偿损失 在宝马车主还没把事情的来浪去卖了清楚的时候 车主发现4S店已经把自己的车 拆开开始维修了 车主很生气 自己都还不了解车子的情况 4S店就开始维修 到底修理了哪些地方 换了什么零件 自己作为车主应该有事先知道的权利 最终在相关人员的协调下 4S店对宝马车进行了适当的补偿 不过对于4S这种毫无商量 直接对自己的车进行修理的做法 车主还是隔隔于怀 大家对这样事有什么看法呢 一起来讨论一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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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